一样也是经过了一番波折 台湾终于参加了本届的WHA 卫福部长林奏言将在大会发表演说 目前代表团和大陆林互动 而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 也在党内的党团大会上回报现场的情况 经历风波不断 我方终于顺利参加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WHA 由新任卫福部长林奏言率团 出席代表立委之一的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 也在党内党团大会上及时越洋连线 在现场看其实都没有 而且包括中国大陆其实在他们发言的时候 也没有去特别提到关于台湾的部分 主要都是以中国国内的一些医疗卫生的问题 包括WHA的整个大会 其实也没有特别再去打压台湾 但是这样子我们当然认为不够 因为中华台北本身这个名字就是打压 民作员部长其实是有提到说 跟中国代表的碰面 其实会类似跟过去的一些方法一样 就是以这个巧遇的这一种模式来见面 尽管先前曾不满表示 我方以中华台北身份出席完全是矮化 不过林长佐表示 我方参加WHA目前都相当顺利 更强调自己有趁机在酒会等场合上 针对一中原则与联合国2758决议等问题表达立场 不过外界关注我方与中国大陆代表团完全零互动 想要以巧遇方式会面恐怕面临破局 甚至可能影响日后我方预计和日美等国进行的双边会谈 国家的态度都是很清楚 我们希望跟对岸和平的交流 和平的往来 所以我们都是平常心四肢 至于对岸我觉得如果刻意的要不看我们 不跟我们讲话 我想国人或者两岸的人民都看在眼里 后续还有很多不同的组织 国际组织包括明年的APAC 包括国际民航组织 后续都会陆陆续续进行 这个拿捏还是关键在于 蔡英文总统未来在外交在两岸部分 有没有更清楚完整的论述 两岸角力争议再次在国际场合扶上台面 不过距离WHA落幕还有两天时间 究竟我方和友邦互动如何发展 还需静观其变 但时代力量列委林昌佐 却因为护照上没贴台湾国护照 意外在台湾先引发舆论沸腾 对此他也特地跳出来自欺 我认为护照不是这一次来WHA的 这个工作的重点 那也不是发声的方法 我想这毕竟是个花絮的新闻 如果说在这个日内瓦的这些媒体朋友 他们还是很想要做这个花絮的新闻的话 那这两天把正式做完 那再来做这个不重要的花絮好 强调自己从没说过 在护照上贴过台湾国贴纸 林昌佐跟暗酸媒体炒作花边新闻 只不过先前在质询台上 林昌佐才为了护照贴纸问题 大做文章还和官员杠上 也难怪未知会放大检视 意外前为WHA场外焦点 欢迎新闻 热热黄云廷台北采访报道